就是这种黄色和红色这种间隔的一种旗子 其实它的国旗基本上是看不到 应该就是这个了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进去 因为它建成就很漂亮 你看它手指的方向就是美洲 它是虽然来的国王和王后吧 绝对找一个地方坐下来 然后看一下这个海港 看看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来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市 这里最著名的就是高低的建筑了 来巴塞罗那旅游一定要看高低的建筑 不过今天我们先不看高低的建筑 明天我们再来一次高低建筑一日游 今天我的计划是从西班牙广场 然后一直走到老海港那边 来一次Sekimoki OK出发 从我住的地方到西班牙广场 大概走个十几分钟吧 就是昨天我们不是坐车吗 坐地铁吗 中短的那个地方 就是巴塞罗那的西班牙广场 所以我们现在往那边走 那这里就是西班牙广场了 中间有一个大的雕塑 中间是一些喷泉 然后这个广场的两边有两座塔 这里有一座塔 这边还有一座塔 这个塔叫温宜斯塔 这里有一座看到了吧 这就是西班牙广场 中间就从这里开始 到这边也可以拍到这个广场中心的标树 有点像凯旋门的标树 对吧 很漂亮 这边就是温宜斯塔 然后这边就是温宜斯塔 我们今天就沿着温宜斯塔 一直往前走 这两座温宜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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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暗示人家而生高的 这座配置还是几次拍的 这个是 当地的政府大楼 你可以看到政府大楼上面有国旗 但是并没有看到西班牙的国旗 它的那个旗帜呢 是 那是隆尼亚地区的旗帜 你看就是那个黄色和蓝色 红色的线条这种 就这里了 本来这里应该是一个盆泉了 但是现在很可惜 这都没水了 我们可以上到上面去看一下风景 可以看一下整个城市 上面呢 就是巴塞尼亚的国家宫 可以看一下 这个宫殿还是挺漂亮的 这上面还有巴塞尼亚的国旗 那其实不是国 它就是一个旗帜 看一下 巴塞尼亚这片区域 它是属于加泰尼亚 所以它们一直都想读 因为它们的语言 对西班牙语就不一样了 可能我们刚刚去的西班牙广场 是巴塞尼亚 不一样的 因为中国的东西 大家看罗尼亚语 说 他们这个地方 又只想要独立 好像在2017年的时候 还闹过独立公投呢 或者独立公投还成功了 但是成功了 没有任 因为西班牙政府不承认 不承认之后呢 所有的国家都不承认 这就是现实啊 你想要独立 尤其是你想要从一个大国 获取独立的话 除非只有这个大国同意你独立 你才能独立 比如像斯布格兰 他那次公投 如果他那次公投成功 他就可以独立 因为是美国政府允许的 像这个加上罗尼亚的公投 它是西班牙政府最允许的 所以就被中央下去了呀 然后几个组织公投的人 也被抓起来了 国际社会上没有任何 对这个没有任何手法哦 这个现实 你跟科索沃不一样 科索沃它的那个母国 它是个小国家 是大尔维亚小国家 那只要有外部的势力 只要外部的一个大国 它干预一下 那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西班牙是大国啊 所以别的国家也不可能 为了名下海农民 要去得住西班牙呀 对吧 这不就是现实 那前面呢就是巴塞农亚的国家公 虽然叫国家公 但并不是一个国家 你们要知道 哈哈 而且啊 在这里你可以发现 他这边很早看到西班牙的国体 这个人就叫他农亚的国体 然后也不能叫国体了 就是再看我们像这个地区的区域的旗帜 就这个样子 因为没有拿了国家 我承认它是一个国家的 他现在还可以被西班牙控制 就仅此而已 这次周边呢 有很多的博物馆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们对博物馆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买一个博物馆的通校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所有博物馆都免费放了 这次我没有买 主要是因为这个博物馆卡 它不包含增加糖 这样的话 如果我到增加糖去 我还得再买一个票 那有什么意义 那个博物馆我也不想逛了 真的太累了 逛着 这边还挺好的呢 这边设施 都有电梯 这边是朋友提供的很方便 这里就可以看到城市了 看看 你看 看看怎么样 还不错吧 我们现在要爬到最上面去 哎呀什么叫 又穷圈圆 你看我顿上一层楼 真的是这样啊 嗯 上了好多人 可以看看 这个公共的话可能要说贵 好小 你在外面看看 这边有街头一人 看看这里 哦 漂亮吧 看看 漂亮吧 你看到巴塞隆纳城 昨晚的巴塞隆纳城是建筑比较弱 它的建筑风格不同的统 嗯 这泥丝 对起来 这泥丝好看了 泥丝成熟了很紧的房子 这个就不是了 就有点打乱的那种 好 看到那边吗 那前面就生家床了 哈哈 现在我们去哥伦布的四年盆 那边看一下 走过去的话 还是蛮长距离的 要走二十多分钟的 那对我来讲 OK 没问题 嗯 嗯 前面这里就是 哥伦布的免贝拉 它中间有一个克林斯柱 这个柱子在那个圣彼得堡 还有加里尼格勒的时候 建造好多呀 在莫斯科也有 有好多这种柱子 叫克林斯柱 然后上面 对 上面 放大 那上面 那上面录的是哥伦布的树像 然后它手指的方向就是美洲 我经验它发现美洲大陆 这个经验主要它是1888年历的 已经好久啊 到这前来看 就会更加壮观 哈哈 你看这有很多的浮雕啊 就是当年 那些美洲大陆的这个浮雕 就是当年 就是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吧 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吧 很难的 来巴桑罗那呀 我最想看的就是这个纪念碑 还有郑家堂 就是两个地方 其他的地方对我来讲吸引力就没那么大 这个给我的吸引力最大 然后你看一下 这个桌边的环境 前面就是老海港 这个桌边有很多历史建筑 你看它桌子都非常的非常漂亮 你看 它手指的方向就是美洲 所以会把这个树像录在这里啊 因为 这能够从美洲展回西班牙的时候 就在这里生录的 所以在这里又有一个树像 你看 你看 然后这里就是老海港啊 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有伟感的船啊 哈哈 这个就跟马赛那边的老海港很像很像 这种海港给人的感觉就 会让人很容易就想起大航海期待 然后老海港旁边的这个公园特别的好 情境特别的舒服 你看看 你看看 这种一个桌椅子 只能找个地方坐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他们在睡觉 哈哈 这个房间特别好啊 然后可以看到海港 只能找一个地方坐下来 然后看一下这个海港 看看 很舒服 一边晒着太阳 一边吹着海风 一边看的海港 哈哈 然后我们可以游到这个木桥 一走到那边去 穿过这个老海港 哇 哇 一边是里面纪念品的一欧啊 哇 这里好多海鸥啊 这个羽毛没长起的就是小海鸥 这个是大海鸥 这个是大海鸥 那小海鸥看你觉得更大 那小海鸥看你觉得更大 嗯 嗯 哇 这个桥走到那边去 怪不得这里都闻起来了 你看看 哈哈 这木头都烂掉了 然后这里边的是换的新的 这个是新的 这边都烂掉了 不介意要换的新的吧 所以现在隔起来了 我直接来看一下 这边都有一个半型的商场 这边呢可以吃饭也可以换的 整个这边的环境 都是特别的悠闲 看看 环境特别的好啊 这个沿岸有很多这种 坐椅子 坐在这个椅子上 但是就这样实际而坐 这个也不错的 整体来走 这边的响应都非常不错 今天的行程呢 基本上就这个样子了 呃 在那个西班牙广场周边 其实有很多的 呃 博物馆 如果你们对博物馆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呃 因为我们要看博物馆 所以今天行程结束的比较快 就看看这几个地方 呃 整体来走还是不错的 呃 然后我准备逛一下 然后就准备回去了 这期视频呢 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明天呢 我再帮大家来逛一下 呃 高迪的建筑群 呃 明天来一次 高迪建筑一日游 ok 是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咱们下期见吧 拜拜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